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裴夕好像正在睡觉 我跑的速度很快 早上好 托马斯 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是啊 真是美好的一天 阳光照耀大地 鸟儿在歌唱 还有 裴夕 你怎么了 其实我有梦游症 准确来说是梦中行驶症 我会在梦中跑出去 昨晚就是这样 幸好没车受伤 除了你自己 裴夕 没错 托马斯你能帮我吗 我担心这种情况今晚又会罢上 我会帮你的 裴夕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 全都准备好了吗 托马斯 当然 裴夕 我会让你的梦游变得安全 也会毫发无损回到床上的 去睡吧 做个好梦 什么都不用担心 好的 我尽量 但是经过昨晚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睡得着 我睡着前 需要很多时间来酝酿 我就在这儿等着 到底还要多久他在 喝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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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喝水了 我回来了 饭呀 你好 托马斯 你是在送货吗 没错 而且是给市长送货 嗯 是送什么货 我不知道 有点沉 不过现在我还算轻松 应该能按时送达 托马斯 呼叫托马斯 能听到吗 市长先生 嗯 能听到 你还好吗 很好 但是如果东西没有按时送达 我就不太好了 放心 市长先生 我一定会把你的货物 按时送到的 我喜欢叫你迪达托马斯 这外号是不是很有趣 哦 呃 不错 哦 对了 这些货是什么 好沉哪 桌子 是桌子和椅子 非常非常多的桌子和椅子 我正等着用它们呢 它们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好吧 明白了 迪达托马斯马上就到 通话完毕 知道吗 它说得对 我就是迪达托马 哦 这些羊穿过铁路 不知道要多久 要是我一直等着 我就不是准时的迪达托马斯了 要变成 喜欢迟到的托马斯了 哦 我可以先和车厢分离 从另一条路冲过去 我做到了 今天的迪达托马斯也依旧很准时 托马斯 这座桥是你建的吗 没错 是我 而且我就快要建完了 哇 你可真厉害 没想到小火车还会建造大桥 我也是 我还以为需要多多导施工队 带着推土机和启动机来 才能把桥建好 光兵我肯定不行 不过 成功了 快看 就快完成了 就只差最后一块铁轨 哦 快看看这块铁轨 上面还没有钉子 我去拿一些过来 要不这块铁轨先这么放着吧 能出什么事呢 只要去找些钉子就行了 你好 托马斯 我听说你正在建造一座大桥 没错 艾米丽 我就快要大功告成了 听到这消息我太开心了 看来我们现在 就可以通过那座大桥穿过峡谷了 真是太棒了 没错 很快我们就能通过那座桥穿过峡谷了 等等 你以为桥要修完了 难道我搞错了 桥其实还没有修完吗 哦 艾米丽 还没有全部修完 还剩最后一块铁轨没有铺好 哦 不 今天早上我让尼亚往那边开了 她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开上那座桥 看来我得抓紧时间 我得赶紧想办法把那块铁轨放上去 虽然这么做感觉有点疯狂 你别告诉我 你真的打算这么做 我相信最后不会有事的 你就放心吧 哦 哦 你呀 他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淡定 瞧 峡谷 掉落 坠毁 哦 看看谁来了 你好托马斯 你好艾米丽 什么 你没事 都跟你说过了 小弹珠的作用可大了 在多多岛的一个宁静的夜晚 所有的蒸汽火车 都在静静地听高灯讲故事 人们都说 他从来没有失去过动力 而他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你讲了个世上最离奇的故事 高灯 离奇 怎么会 这些故事全都是真的 高灯你再讲一个吧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有条轨道 但没有一个小火车 能从它上面开过去 也有小火车尝试过 但全都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世界上唯一一条 被造成环形的轨道 我见过很多勇敢的勇士 前去挑战 他们都想开过环形轨道 他们都失败了 甚至有次有个小火车 所以根本不可能做到 我去试试 对 我想试试 托马斯 你没听高灯说的吗 那太危险了 听到了 艾米丽 但我经常说 小小火车也能拥有大能量 来吧 看我怎么做 没什么大不了 我成功了 有什么想说的 高灯 我的故事可能是有点太离奇了 今天的多多岛也很忙碌 胖总管正在监督铁路的运行 现在一切正常 所有小火车都在各自的轨道上 我去确认一下托马斯的状况 托马斯 我叫托马斯 收到了吗 你好 胖总管 收到了 我听得很清楚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确认一下你的位置 我在我的支线上 正在向北开玩采石场 非常好 好了 通话完毕 现在去确认一下 尼亚的状况吧 尼亚 呼叫尼亚 你好 胖总管 我是尼亚 你现在在哪里 一切顺利吗 一切都很顺利 我这会儿刚开主彩石场 现在在托马斯的支线上 向南开 非常好 一切都很井然有序 托马斯在他的支线上向北开 尼亚在这条支线上向南开 简直太完美了 简直太完美了 不 这样一点都不完美 他们在朝对方的方向跑 我得加快速度才能准时到达采石场 我得跑得快一点 这样才能多跑几趟 他们就要相撞了 除非我们能及时在他们交汇的地方改道 把他们俩切换到不同的轨道上 艾米丽 我需要你的帮助 托马斯和尼亚正在同一条轨道上 朝着对方开去 我们得尽快阻止他们相撞 我这就去碰总管 我得加快速度 我必须再快一点 我的轮子 走 刚才好险哪尼亚 确实是很险 还好没事 还真是前军一发 我得放个架让自己缓缓 你好 争气火车托马斯 别叫我争气火车 今天我可是托马斯爵士 我是一名圆桌骑士 好吧 托马斯爵士 请问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很勇敢 那要说到做到哦 救命 救命 哦不 出什么事了 听声音好像是裴熙 你是说闪光爵士裴熙吗 他被困在城堡里了 快去救他 救命 扮演骑士是很好玩 不过我现在被困在城堡里了 往上走是很顺利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找不到下去的路了 谁能来救救我 坚持一下 裴熙爵士 谁也别想拦住我的去路 托马斯爵士 还真的有东西会阻拦你 我绕过这座山 就到城堡了 还能有什么东西阻拦我呢 哦不 一条龙 为了成功救出裴熙爵士 我一定要更勇敢一点 我能做到的 我终于冲出火焰了 成功逃离龙口 现在 继续向城堡前进 是你吗 托马斯爵士 是我 放心 我马上就来救你逃出这个 又高又大 又超级壮欢的城堡 哦 谢谢你 一定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可以救你 我试试顺着轨道 直接冲进大门 大门被锁住了 所以我才找不到 出去的路 不要惊慌 裴熙爵士 我会想出办法的 哦不 我今生还能出去吗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条斜坡轨道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噢天哪 这条轨道没办法连接城堡 裴熙爵士 你得跳到这条轨道上 但托马斯爵士 闪光绝世裴夕 跳出来 再顺着轨道跑下来 好吧 我要来了 真棒 你真的太勇敢了 我自由了 我们快点回车站去吧 我今天完全不想再扮演骑士了 没问题 不过我们得先战胜一条会喷火的龙才行 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吃惊 就在大家以为能安全返回轨道上时 调皮的迪塞尔时号又在策划一场破坏 托马斯 那个愚蠢的小火车 已经霸占我的工作很久很久了 它运货的速度比我快吗 是的 它每次运送的货物都比我要多吗 显然也是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什么活都派给它吧 是时候给可怜的托马斯一点苦头尝尝了 今天的天气真好 等托马斯经过山脚 转过那个弯 开到这条路上时 我就会把身后的大石头推下去 然后 嘣的一声 石头就会压在它身上 把它压成一张饼 但首先 我得实验一下 我在轨道上放了个假托马斯 等我推下大石头 看看会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对 我在跟谁讲话 下面注意了 太好了 成功了 我成功了 现在 现在要等到真的托马斯出现 很快就会来了 它随时就会到 难道是我搞错日子了 它来了 再见了 托马斯 什么 为什么达西在着它 我可没预料到这种情况 我可没预料到这种情况 你好 托马斯 你好 你是不是正在运送货物 哦 没错 我很喜欢运送货物 让它们准时到达 这就是最让我开心的事了 那些弹珠运到哪儿了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才对呀 希望市长不会打电话来 问它的弹珠送到哪儿了 你好 我是裴西 请问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是市长 哦 请问我的弹珠到了吗 嗯 它们还在路上 马上就到了 好的 我的所有朋友们一会儿都会来 我要向他们展示一下我的弹珠收藏 这可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 别担心 请耐心等待 很快就能送到了 再见 弹珠到底到哪儿了 托马斯 呼叫托马斯 市长的弹珠在你那儿吗 你好 裴西 弹珠当然是在我这里 很好 你赶快把弹珠运到车站 不然市长就要生气了 没问题 我现在在山的另一头 很快就能到了 哇 我终于看到托马斯了 弹珠就在他车上 他一定能及时送到的 我要开下去了 出发了 哦不 弹珠全都掉出来了 但托马斯还没发现 掉的到处都是 这下完了 市长一定会生我的气的 啊 小心那些弹珠 哇 快看 弹珠跑了 哇 等等 还有机会 真是不敢相信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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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到了 他接住了弹珠 我的运送弹珠任务按时完成 这次的任务绝对是最轻松的 我问你捏了把汉托马斯 一点都不轻松 今天的多多岛依旧忙碌 一切都井然有序 多亏了蒸汽火车们的辛勤劳动 所有的货都运完了 这周工作完成了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没错 开个派对庆祝 哦 这个主意很不错 要不办个主题派对吧 想个特别的主题 火车站派对怎么样啊 不行 黑暗中的灯光派对呢 我拒绝 健康平安主题派对呢 我们这次要办一个 从来没有办过的派对 张母士 举个例子吧 比如 沙滩派对 听起来很有趣 没错 大家都可以带一些东西过去 我想带沙滩球 我想带桶跟铲子 那我带沙子 拉这个杆可以把沙子倒出来 预备 拉 托马斯 不要 一旦拉动洞杆 你要在五秒钟之内 在沙子从沙舱里倒出来之前 到达那里 这样才能顺利接住那些沙子 别担心 高灯 你就交给我吧 我可以的 我能做到 我给你帮我 不不不见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糟糕了 一点都不好 我的胡萝卜不见了 胡萝卜不见了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吃啊 不是这样的 托马斯 它不是用来吃的 是用来闻的 那个胡萝卜 是我的鼻子 我明白了 你没有鼻子 一定很不方便 一起去找吧 胡萝卜 你在哪里 胡萝卜 胡萝卜 你在哪里 托马斯 我们要大声一点 胡萝卜 你到底在哪里 托马斯 你可以让你的朋友们也来帮忙 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可以找个跑得快的火车头去镇里找 让寻找范围变大 坐稳啦 雪人先生 你好啊 亨利 能帮帮我们吗 当然可以 需要我帮你们做什么 我的胡萝卜鼻子不见了 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它 我非常乐意帮忙 跟着我 我们走吧 没看到胡萝卜 我们继续找找吧 胡萝卜 我看到了 它就在那个车厢上 注意前面 雪人先生 小心啊 胡萝卜 我差一点就它到了 我的鼻子 这真的是太巧了 你的鼻子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 谢谢托马斯 谢谢亨利 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